前段时间明星吸毒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 谢东 满文军 韩啸 这些熟悉的名字和毒品联系起来 娱乐圈里的涉毒案也因此成为了一种耻辱 而一些无关人等也被莫名其妙地牵涉其中 今年5月18号晚上 在朝阳区工人体育馆附近的一家酒吧内 歌手满文军因吸毒被民警抓获 很快这件事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场渲染大波 第二天满文军吸毒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 那么当天晚上和他一起吸毒的还有哪些艺人 大家众说纷纭 事发两天后 中国娱乐网独家发布了一条重量级新闻 说除了马文军之外 那天晚上被民警带走的还有他的音乐制作人孟军 文章的下面还附有一份名单 我有个纳闷这件事情 我干二十年音乐我没这么出名过 后来上网就查查查查 才知道啊我已经被带走了 消息发布的第二天 孟军就在一家视频网站上澄清 说马文军吸毒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如今提起中国娱乐网发表的这篇报道 孟军依然显得格外气愤 其实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最震惊的是 我在家里睡觉 那时候被带走的名单里边 有我的名字 孟军作为音乐制作人 曾给马文军和孙楠 创作了很多筷子人口的歌曲 自从那条新闻被其他网站迅速转载后 孟军的手机几乎被打爆 许多人都向他询问这件事 孟军认为中国娱乐网的报道严重失实 侵犯了他的名誉权 于是前不久他将对方告上了海淀法院复兴法庭 在法庭上被告中国娱乐网承认 他们得到爆料后曾打电话向孟军核实 可惜电话没打通 于是为了制作独家新闻 他们便把这条消息发了出去 第二天发现报道有误后 工作人员又赶紧把这条新闻从网站上撤了下来 因为后来就是我们总编又跟圈内人求证了 就问了好多人 然后有些人知道的说那也好像孟军没去 他可能跟孟军本人沟通过 就是确认以后就赶紧通知我删除了 开庭当天 中国娱乐网承认自己报道失实 孟军要求他们公开赔礼道歉 并赔偿10万元精神损失费 数额我觉得10万块钱很难接受 这个我觉得2000块钱左右 由于双方分歧较大 法官当庭没有做出判决 海淀法院将对此案继续审理